挑战继续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晚的这位宝金风霜的勇士 她的名字叫王佳莹 有请 大家好 你好 佳莹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佳莹 来自浙江义乌 今年29岁 你也敢称自己是宝金风霜 关键还勇士 我还以为是个男生啊 因为我从小到大 经历了很多危险的时刻 在我19岁那一年 我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 那个决定也让我颓废过 消沉过 不过现在都好了 都过去了 这个我们好像还真的 猜不出来了 去做什么事 那个时候算是为朋友 两肋插刀吧 你一个女孩子为朋友 两肋插刀 对呀 我那时候刚刚坐完帽 然后呢带客户 后来呢 有几位男同志 发生了口角 就把我那个朋友啊 砍成了重伤 天啊 我当时看他倒下了 我就马上第一时间过去 帮他挡一下 让他能站起来跑 就被他们那个同伙 拿了一个那个铁管子 就直接把我的右眼戳伤了 后来我们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送到医院去了 然后我朋友就说 需要动手术 但是我就没那么乐观了 眼球可能保不住了 后来大夫说 最好让我转到上海 那时候也没什么朋友 然后就找了我们当时的房东 把我送到上海 送到上海的时候 由于我的面部水肿得非常的厉害 打不进去麻药了 我就活生生地被缝了37针 眼球吗 眼球 我天 哇 那个是真疼啊 一针下去抽出来 一针下去抽出来 我就在那数着37针 但是受了37针的苦之后 结果还是好的吧 没有 一直都在治疗 后来眼睛一直没有光感 然后那个大夫说 在萎缩了 可能这个眼球保不住了 然后当时大夫说 你这个眼球要摘除 我说医生啊 我知道我眼睛看不到了 但能不能眼球不摘呀 跟了我这么久了 舍不得 大夫就很遗憾 然后又说 不行了 已经都凹进去了 要摘掉 后来我就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 我就签了这个 同意摘除手术这个确诊书 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嘛 也没有家属能给我签字 整个过程都是你一个人啊 你的家人呢 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从小父母离异 父亲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也有自己的子女 所以说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然后就这样 后期我 其实我眼球被摘除以后吧 那种神经痛的 已经没办法呼吸 然后旁边那个隔壁那个病友家家属啊 也就说 哎呀妈呀 这孩子啊太可怜了 这辈子毁了 你这小姑娘家家这么漂亮啊 这辈子毁了 结果那时候长得还行 挺好看的 哎呦 其实那时候挺崩溃 但是那个不是对我打击最深的时候 对我打击最深的时候是 我手术费这些年下来 我前后花了几六十万 我那个时候要拼命地赚手术费 因为医生跟我说 我以后要做修复 各种修复 我当时神经被打死 眼眶骨骨骨折 所以那个时候很需要钱 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接了外贸小单子 然后我又自学了东方舞 小的时候有一点工点 然后去接商演 十九岁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都是自己做的决定 是的 因为你知道不能靠别人 要靠自己 也没有人靠 也不想靠 这个是让我们听起来 觉得特别心疼的地方 真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 很难一个人去承受 即使有父母的陪伴 做他们的后盾 我觉得他们都很难承受 但是你可以做到 我曾经也崩溃过 很崩溃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还有母亲 我不应该这样下去 而且那些个曾经让我崩溃的人 讲这些伤我的话语 我就想做给他们看 一个眼睛怎么了 我不是还活着吗 所以你说你自己去找生意做 找生意做 然后自学了那个东方舞 自学 跟关盘学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扣 一天跳十六个小时 你为什么要决定去学东方舞呢 能多挣点手术费呗 今天我看佳莲在和我们分享她的故事的时候 台下亲友区 做了一个人 是我妈 我母亲 来 咱们把佳莲的妈妈听上去 杨芳老师好 各位评委老师 你们好 阿姨你好 孩子是多大的时候 您没有在她的身边 七岁的时候 上她爸妈那儿去了 然后上学的时候 这女儿是判给您了是吗 对 那为什么您又给她 送到她爸那儿去了 那时候就想有一个好的教育吧 因为她爸爸是老师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在煤炭工团 是一个歌手 然后陪伴她的叔叔也少 就行着 要拼命地赚钱 给她一个 就是很好的一个物资生活 就是陪伴她叔叔特别特别地少 我就觉得 太不称职了 真的 特别特别对不起我姑娘 就是 真的妈妈没照好你 妈妈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特别愧疚 阿姨也不用过于难过 因为发生了 你已经无法改变了 对吗 其实姑娘我跟你说 我都一直不敢直视 不敢看你 你知道吗 我自己在骗自己 你有的时候有一眼睛的时候 我姑娘孩子那么完美 把眼睛就真的 一眼睛就真的清洗的时候 我一看到我女儿 我就是把脸撞我就是在哭 然后我女儿 还去安慰我 就是妈妈没事的 我不挺好的吗 你看我都样的 挺好的 其实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她的心都像流血一样 她还在安慰我 我觉得要让妈妈说出来 因为这是妈妈 我觉得压抑了很久的话 确实妈妈刚才在讲到她 照顾你小的时候 她觉得自己有很多失职的地方 一次又一次地让你受到了伤害 包括最后这一次是 可能已经无法弥补 但是我知道妈妈从孩子受伤的一天开始 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 放弃了所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工作 就守在家营的身边来照顾她 来做弥补 但我觉得好在孩子 她虽然受到了一定的伤害 但是她自己挺了过来 据说现在你也有自己非常幸福的家庭 也有自己的孩子 对吗 是的 是的 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 然后还有一个混血宝宝 很可爱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 所以我特别想问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 到你19岁的那个年纪 回到那一天晚上 你会不会后悔当初自己的那个决定 为朋友去挡这一刀 不会 不会会 如果现在是这种事发生了 我还是会冲上去 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本能 这个是一个人的本性 他不会改的 如果你帮助一个人 座翔要回报 那你帮他干嘛呀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没什么好后悔的 听了你的故事 我们也认为你是勇士 那接下来佳莹 我们到了他该展示的环节了 加油 欢迎订阅 当灰烬 茶风了 凝霜的屋檐 当车菊 才化作山丘的露水 我用固执的古堂做长行囊 走向了那布满荆寂的他乡 当大地铺满了悲戚的落叶 当独卷化化作远空的无安 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情人 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声音 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撑随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艰辛光明就在远方 艰辛光明就在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